书用了 咱们一起来写一下成语 利透之背 往这边转的时候呢 这里表现出来这种转折感呢 要强一点 那么这一笔的话 起笔比到尖 笔尖朝上 这里稍稍突出个头就行了 这个例子呢 你看其实这个宽度 和这个宽度是不一样了 它是逐渐变大的 撇下去短一点 这笔要短 透子透明的透嘛 利透纸背的透 凡是有走之底的字的话 上面的这种结构呢 就不能放大 上面的这个结构呢 和笔画之间呢 都要适当的收小一点 你看往这边的时候 这边收长一点 起码呢 这个笔画呢 这个最后一个收笔呢 是比这边要要多出来那么一点点的 你看这三个点 是一个斜切一个点的 它是往上下 向上收缩的 这四个点 不要分离的太开了 所以这个纸字啊 纸字呢 是这一块比较难一点的 反正很多初学者呢 他就写不好这个笔画 还要这个提笔 这个提笔呢 也要 提的时候呢 给力一点 切完之后往上提 空笔一定要稳一点 那么这个的话 就要靠多链了 这个一时半会的话 告诉大家怎么写 可能大家也掌握不来 这笔鞋直一些 勾上去 这个勾呢 一定要重一些 重一点 而且呢 我上个视频呢 也和大家讲过 就是这里一定要偏低 这偏高啊 多数情况下呢 是这个样子的啊 而且呢 这一笔呢 要写重一点 被子好 那么今天这几个字 我们就写到这里了 利透之被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